大腸癌就是香港的第二位癌症殺手 大腸癌其實是由蜥肉慢慢演變的 在50歲之後我們進行適當的大腸檢查 的確是有效減低大腸癌的死亡率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外科頭上一把刀》 今天有我們的嘉賓 彭彭 先等一等 我好像才是主持 不要緊 觀眾不是這樣看 有甚麼分別 那又好像是 首先 結腸內規是香港最廣泛的應用之一 等等 想想想 外科資訊都是由我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那倒是 不過其實說開又說 剛剛說到這個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壓力大 然後飲食又不定時 然後又經常都不開心 我想問 我有查過資料 大腸癌就是香港的第二位癌症殺手 我想問上集講到的內規鏡 又可以怎樣幫助大腸癌呢 其實大腸癌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香港的數字來看 其實百病率來說 大腸癌是這麼多種癌症 裡面是排第一位 每年都有超過五千個新症的大腸癌 是確診了的 至於癌症殺手來說 你說得很對 其實大腸癌是我們聯講 這麼多種癌症裡面 第二號的癌症殺手 嘩 真是挺恐怖的 其實這幾年政府都大力宣傳 講到這個大腸癌篩查計劃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大腸鏡 的確可以有效幫助我們 減低大腸癌的病發率 以及它的死亡率 原因就是我們相信一些大腸癌 其實是由一些蜥肉慢慢去染變的 而染變的過程 一般來說是五至十年的時間 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適當的年齡 一般來說我們相信是大概45至50歲 進行一個大腸檢查 在它未變癌症的時候 已經發現了蜥肉 現在要切除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蜥肉慢慢演變 變成一個大腸癌的情況 其實根據外界的數字 以及一些研究顯示 在五十歲之後 我們進行一個適當的大腸檢查 其實的確是有效去減低 這個大腸癌的死亡率 所以現在無論是香港政府也好 或者我們醫學界 都大力鼓吹 五十歲以上的人士 都要進行一次大腸檢查 避免大腸癌 以及減低大腸癌的病發數字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除了要注重自己的飲食健康 心情 最重要是每年的身體檢查 都非常重要 是啊 其實身體檢查 會否用到內規鏡 其實都會 一般來說我們最常用的內規鏡檢查 包括胃鏡和大腸鏡檢查 其實都是我們一般來說 一些例行身體檢查其中一部份 其實現在進行胃鏡和大腸鏡 都很方便 一般來說我們都可以 每次即日可以完成 還有做的過程都是麻醉之下進行 變成做的時候病人所受的不舒服 都會減少很多 即是我們一次過就可以做了腸和胃 是啊 一般來說我們會一次過麻醉 做了胃鏡和腸鏡的過程 大概都是約30至40分鐘左右 嗯 那都非常方便 所以大家記得千萬要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因為始終做甚麼都好 賺錢都好 我們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身體檢查除了對自己負責 都是對身邊的人負責 好 所以做大腸檢查 記得要找鄧醫生 鄧醫生我們快點走吧 不行 跟觀眾說再見先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